兩年一次的女子青少年暨青年世界拳擊錦標賽 今年是在台灣新北市新莊體育館開戰 今年有44個國家342位女拳王 齊聚新北市一同較勁 台灣共有15位選手參賽 其中上一屆冠軍阿美布農族的陳彥晴表示 相當有信心把冠軍留在台灣 主要是自己心裡的狀態 其實現在速度敏捷什麼什麼 就是全方位都已經調好 就是剩自己 就是要告訴自己加油 然後你一定行 這一次青女組規劃十個量級 青少女組十三個量級 總教練信心滿滿的說 所有選手不管是在體能技巧方面都已經準備好 預估可以拿下一到兩面金牌 以及兩位前三名 我們教練為了夜間的比賽 也增加了夜間的一個訓練 以便適應夜間的一個賽程 那這一次我們一個局訓的一個時間比往例的長 所以我對我們這次的選手的一個體能 準備狀況非常有信心 陳建勤以上一屆拳後氣勢風範帶領台灣其他新秀選手 以地主隊身份一同力拚再創夾擊 比賽從五月十六號到五月二十三號下午兩點到晚上九點免費入場 既然算五六星北市本喬物採訪報導